韓國的年輕人 韓國的S8 最近在台灣 才俯上市開放預定 90分鐘 CLEAN 堅持人物 但小言要告訴我們 S8 我們看三星 重回2017 Q1的龍頭寶座 超車是超到一步差 為什麼 好 我們看一下 剛剛奇蹟 男涵女孩子都要手機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奇蹟 叫做南韓三星 這兩天S8機皇才開放預購 它打破了全世界的奇蹟 我們來看一下 兩天預購多少隻 70萬隻 這個數字的話 比上一代S7快了10倍 70萬是非常恐怖 在台灣 2萬隻 90分鐘全部都被掃光光 相當於一秒鐘就賣了4隻 其實這樣的一個紀錄 也是非常非常的誇張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大市場 印度市場好不好 三星還是第一名 市場氛圍24% 很厲害 重點是它之前是30% 40% 現在也掉到24%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好不好 全部都是中國品牌 在後面緊緊的咬著你 換句話說 中國狼 這4匹狼 圍攻你三星一個人 你說他辛不辛苦 所以你可以 另外這一邊從OPPO聯想 小米的Vivo 加起來這個我剛剛算過18 18 26%已經超越三星了 狼群戰術奏效了 沒錯 但是在這個報告裡面 讓人家覺得更害怕的是什麼 這裡面我們在印度市場 但是看來看去 怎麼都沒有印度的自由品牌 換句話說 這些中國品牌 搶這些印度手機 一年1.06億隻的商機 全部都被中國的市場品牌搶狗了 我們在講這件事情 說的是2016整個的態勢 在2016的年初 都還不是這個狀況 換言之 他們被包在第六名的其他人 你看不到半個獨立的品牌 換句話說你進一步來講 我今天如果是印度的品牌 我不跳腳了 你今天來這邊 吃我的 用我的 賺我的 結果前五名我排不上 這個Intag的話 是全印度的話 是前兩大的一個手機品牌 這個創辦人他出來講話 他呼籲 政府要多協助本服品牌 尤其是建議什麼 對大陸的品牌 課徵反傾交稅 意思就是說 你大陸品牌 賣越少越好 不要再來影響我印度的品牌 為什麼他會這麼緊張你知道嗎 因為印度不斷 中國不斷是去搶印度的市場 他們怎麼搶 用錢砸著搶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好不好 這一位是寶萊塢的女星 非常有名的女星 很漂亮對不對 但他手上拿的是什麼 是中國大陸品牌 OPPO的手機 你有沒有看到 孰可忍孰不可忍 上面四個字是OPPO 對 換句話說 過去這一些所謂的 一線二線的印度品牌 他吃中國廠幫他代工 吃得非常重 你幫我代工 可是品牌錢是我的 我賺 現在不對啊 你代工變成你跟我品牌 品牌競爭 他就不會動你啊 對啊 所以說你廣告還砸這麼兇 還搶我的市場 來看一下這個是代言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現在印度的大街 發生什麼情況好不好 一年之前看一下這個大街上面 除了這些 韓國LG Sansom Nokia之外 其他的話都還是印度的商店 包括他們印度自己的品牌 最重要是印度的咖哩店 還在 印度一定要吃咖哩對不對 但是我們看一下 才過一年的時間 全部都變成中國品牌佔領 雖然說現在中國品牌全部搶掉了印度市場 但是印度市場我們剛好強調 兩三年前他還是很風光 甚至他風光什麼程度 他幹掉蘋果幹掉三星 在兩三年前的時候 我們就要來提一下 是誰幹掉蘋果幹掉三星 在三年前好不好 就是這一個人 我們大家聽到 有聽過小米嗎 但是你一定知道 或許有一個品牌 你可能知道叫什麼 叫小麥 這個小麥機其實創辦人下馬 他那時候就非常風光 我們看一下他怎麼發機 怎麼去想印度市場好不好 我們知道說印度的手機 它還要很接地氣喔 這裡面應該有很多梗 沒錯 所以他搶市場的關鍵就是要接地氣 看一下他怎麼發機好不好 他在2007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個工程師 他那時候在印度的小村落 他那時候看到 怎麼大家都圍在一個單車上面 不知道他幹嘛 他就看一下 結果那單車上面有一顆這個電池 他這個電池是幫所有的電 幫所有的手機來充電 你知道嗎 他是靠這個樣子在賺錢 因為印度人很多手機 但是沒有地方充電 居然是因為這個樣子在做賺錢 所以他覺得說 手機或許是一個商機 而且有個概念你知道嗎 印度人 沒有 有廁所的家庭你知道有多少嗎 只有一半 印度12億人口 有廁所家庭只有一半 但是有高達75%的人 擁有手機 你說這個商機大不大 我再給你補充另外一個想像 一半擁有手機 有這麼這麼多人 可是只有一半有銀行的戶頭 換句話說那些窮到沒有戶頭 銀行不鳥你的 他都還要去買手機 你看這個市場 所以說這一個人 他看到商機 所以他來創辦 他自己的一個手機產業 叫做小賣機 他做什麼手機 接地器 什麼叫接地器 一定是符合市場的需求 看一下他做這個 超大電池手機 你看我們一般 那只有幾手機不是正面長這樣嗎 沒有什麼兩樣 他的側面這麼厚 一般手機的三倍厚 後面全部都是電池 換句話說 他是虎背熊腰 第一個 哪吞哪吵哪吵 變得一 虎背熊腰的這個厚度 其實就是要把這個 當時第一眼看到的訓練池 給他塞進去 沒錯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你要用很久 因為他們充電太麻煩了 所以他待機時間有一個月 另外你還要耐摔 因為他們常騎腳踏車有沒有 這很容易掉 一掉的話如果破掉怎麼辦 所以一定要非常的耐摔 就算汽車輾過去也不會壞 就是這個概念 我以為這個是無線電 Walky Talky在喊的 沒有 因為我長得非常的戰鬥 沒錯 而且一定要雙卡 因為他們都是預付卡的一個概念 而這樣的一個手機 非常便宜 大概是3千到4千塊台幣 相當於國際品牌的 便宜大概五成左右 所以說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策略的話 果然讓他搶到市場 性價比無敵高 無色限 背後還有台灣廠商的協助 我們來看一下 客製化金面是誰 聯發科 幫他做的 手機代工 當初怎麼做 你幫他做的 郭董 來幫他代工的 所以集合這些要做的時候 讓他在當時是說非常非常成功 不過這些所有的成功方程式有沒有 都被中國的品牌大廠給學走了 接地氣的極致 對沒錯 可是呢 印度自己的本土大廠 也沒有想過不要反擊 他們怎麼反擊 但是反擊的最大的關鍵還是什麼 品質啦 所以說 雖然說還想反擊 但是呢他做出來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 這一支iPhone呢 其實他們有一個人 當初呢 這個品牌大廠的 做出這個手機 一千塊台幣喔 大家已經瞬間的搶購 但是呢 有人買了之後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用用用用 突然下雨了 下雨了好像還繼續用 水滴到了這個手機 但是突然發現 什麼手機突然變糊糊軟軟的 只去發現去拆開 他這個外殼 竟然是紙糊的啦 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 還有另外一個詐騙集團 這支手機呢 當初打出來 4塊美金就可以買得到 而且是4吋的螢幕 結果這印度品牌做的喔 一出來之後 大家也是瘋狂搶購 多少人搶購你知道嗎 7千萬個人去搶購 造成這個網頁瞬間 當機買不下去你知道嗎 結果呢 發生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7千萬隻的人 後來他們發現說領不到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呢 他賣不出去啊 他10塊錢的手機 他根本就是虧粉 所以他乾脆索性不賣了 把錢全權全款就跑掉了 你知道嗎 這是非法欺欺的概念 沒錯 那這張怎麼回事啊 這張手機就是那個手機 他說他這個是 印度紛弩品牌 他不下去 就好像還要再露 他真的摚成了 一看 還能再露 大手機 他真的摚成了 按個數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